大家會質疑 高雄這個善款的使用 到底是怎麼使用 我們現在很慶幸的就是說 韓國瑜上來 除了人進的來 錢進的來 人出的去 貨出的去 然後高雄發大財以外 我們也很高興 所有的這些東西 終於要攤在陽光下 因為之前的高雄市議員 去要資料 就是要了解 善款的使用作為如何 然後律師費是怎麼樣分佈的 結果很多東西是要不到資料 就是不給 因為我怎樣 我現在議會也是我家占多數 市政府也是我陳菊的人 我說不給就不給 所以這次為什麼陳菊說 高雄非贏不可 因為高雄不贏的話 這些爛帳就蓋不下去 我跟大家講 除了3600萬 弄氣爆紀念裝置藝術以外 還有什麼東西 還有942萬用來做藝術陪伴 八一氣爆藝術周 我真的 我看到這些明目 我真的不知道這些災民 是作何感想 第一個你 你太陽能光電板 跟我們災民有什麼關係 你怎麼可以拿善款來做 這就跟我昨天在節目裡面揭露的 民進黨籍的新北市議員 非要叫侯友宜在新北市議會道歉 說前瞻預算有撥給新北 你不可以說是0% 但是我告訴你怎麼撥的 就是把他已經核定了年度的預算 把他挪到前瞻預算的項目來 然後這樣說 我已經有從前瞻預算裡面 撥給你新北錢了 即便是從0%提升到1% 你不可以說 我中央的前瞻預算 沒有撥給你新北 非常遏直的行為 我覺得其實很多網友已經在講 我很高興 剛才這個世界議員說 他說我們剛才委員有補充 就是說沒有重複計算的問題 他說這個稅初1300億 可是稅入只有400億 非常好 請議員要記得這句話 因為所以因此 請你們不要再去刁難韓國瑜 不要再去逼著人家 80幾億的健保費 要一次付清 既然照你講的 稅出稅入差距如此之大 何來要高雄一次付清之有 你把公文拿出來看看 這個人家韓國瑜都沒講的 你們一直幫他編這個 韓國瑜不認為 那個中央委去逼他 好 那我們就是小人之心了 因為有點尊嚴尊嚴 沒有 不至於 你沒有那麼小人 沒有那麼小人 這個到底是肯定還是 反正Anyway 我覺得 我覺得是否這樣子去使用善款 然後這個一直要幫災民代位求償 我覺得其心是非常可疑的 因為你代位求償 說到底你的本質 就是說你要幫這些災民 去跟這些廠商求償 而忽略掉法院最後說 高雄市政府你要負擔四成 拖過兩年以後 是不是刻意受益 受益這些律師 就是要拖過兩年以後 來迴避高雄市的責任 善款可以這樣用嗎 如果今天這個事情 是發生在國民黨執政時期 善款這種誘法 你民進黨早就預算書 摔到國民黨的 市長的臉上去了不是嗎 我再跟大家講 比如說你知道 我們拿魏武營 來比古根漢就好了 古根漢的時期 就是沉水扁持政的時代 你知道他古根漢的這個預算 他要求要80億 中央就是只給你50億 就是只給你穿小鞋 台中的這些市民 這些欣賞藝術的 這些權利 因為你台中是胡志強執政 所以不重要 所以我就是不給你錢 相對於馬英九執政時期 我跟你講 馬英九真的是要我毛給一塊 因為為什麼 本來魏武營的預算只要80億 他硬是編足了101億 這個就是國民黨執政時期 跟民進黨執政時期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我今天馬英九 我身為一個全國的總統 我不會因為你高雄市 是你民進黨執政 我就故意給你穿小鞋 我就不照顧高雄市民 結果陳菊卻把這些 中央補助的東西 通通拿來說嘴 這都是我們民進黨的政績 有沒有真心的在愛老百姓 善款這樣花 還是說你陳菊只會動一張嘴皮子 你把所有人家撥的款 都拿來講成是你的功勞 高雄市民還真的信 不然他是怎麼連任的 高雄市民就覺得很光榮 你看我們辦這些世大運 都是陳菊的攻擊 好 現在一揭開來看 連善款高雄市政府都敢這樣用 我們真的很慶幸 今天高雄市政黨輪替 否則這些錢 這些細目 我認為政黨輪替最大的目的 就是把黑幕揭開 這中間當然有很大的問題 我講三個重點大家評估一下 第一個 我們當時在捐善款的時候 捐錢的人認為這個錢用去哪裡 重建災區 所以大家都熱心的捐錢 可是事實上 整個高雄氣爆的重建經費 幾乎都是由中央政府買單的 那時候給的不夠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在財委會 陳菊還高分貝的炮轟中央說 為什麼錢還沒有到位 所以重建的經費 幾乎大部分都是中央政府 在付這筆錢的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這46億善款在花的時候是什麼時間 是陳菊正準備競選連任的時候 曾經在立法院我們質疑過 這筆善款現在各位所看到的 只不過是一小部分 還有另外一部分還沒有揭開的是 慰問金怎麼發的 是怎麼認定災區的範圍的 多少個理財是災區 為什麼有些地方 可能連玻璃只是震了一下 都被視為災區 都可以領慰問金呢 如果在選舉前夕你的慰問金 是這樣種發法 發得如流水 完全沒有限制 而且重關認定 這有沒有會選跟買票的嫌疑 這些問題其實當時在立法院 都有被質詢過 可是那個時候 就如同剛才慰林講的 高雄市都是民進黨的 市長是民進黨的 議員是民進黨的 就算你要去查帳都很難 所以如果這一次 經過政黨輪替 我倒建議韓國瑜 把這46億元的帳查一查 讓我們知道說這筆錢 到底捐到哪裡去了 重建經費是中央買單 如果這些錢 全部都拿去發慰問金 如果只是玻璃稍微震動一下 玻璃沒有破的 這些住戶都領到了慰問金 又在陳菊選舉前夕發這筆錢 這不是很有蹊蹺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我再補充一句 不要自己給韓國瑜穿小鞋 因為你們從台北市議會 給他穿小鞋 穿到他變高雄市長 你們高雄市再給他穿小鞋 他就穿成總統 我先提醒一下 不要再搶他的菜攤 對 秀琳 你要講這個善款的使用嗎 我先講 大家一致的標準 不要把這個氣暴的重建 這些花費 講成說 那時候高雄市長要連任選舉 如果這麼講 921震災的時候 國民黨在執政 國民黨那時候要選總統 我們有可能去質疑這個 因為第一個 這個善款的使用 是組成一個委員會 不是陳菊市長一個人 他單獨下令就可以用 這個委員會的組成 包括受災戶 包括建築師 會計師等等 律師等等 那是經過大家共視覺 共同去討論之後 通過才去用 第二點 你列在這上面的項目 這一些 你即便說有這麼有爭議的 這兩率一千多萬 占大概5% 我們就以5%來講 95%你如果認為 還有問題的 你去查 要不然你認為5%有爭議的 這裡面有什麼爭議可言 買消防衣有什麼錯嗎 振興當地災區的商業 有什麼不對 還有這個裝置藝術 我跟大家報告 你現在新蓋的建築物 我們就以新蓋的建築物 不管它是什麼用途的建築物 它做裝置藝術 在法規裡面 有千分之七到千分之八的 裝置藝術費 都沒有錯 它這個占3461萬 這個善整個善款 都不到千分之幾點 不是用商業系的年度預算 不是 因為這跟這個有關 這個裝置紀念的裝置藝術 是紀念那個氣爆 這有什麼不對勢 這經過這個委員會 去共同決議的 不是陳菊一個人 我用許一個例子 大家來想想看 用善款裡面剛才秀琳講了 花了1.3億做什麼 做律師的費用 律師幫這些人做代位求償 照理說這些受債戶 應該要拿到兩種錢 一個是賠償 一個是善款的分配 對不對 應該要拿到兩 結果現在我只拿到了善款 賠償代位求償 花了1.3億的律師費 結果那是輸的 高雄市政府跟那些人講說 你不簽這個代位求償 可能我這個善款 捐的善款我就不給你 好 為了要拿善款 好 簽一個代位求償 結果高雄市政府 應該賠的錢 國賠的錢 就排長是零 就超過了兩年的追溯 我是覺得 平安講 陳菊花這個錢 不是花他的錢 是講難聽一點 真的為了某種程度 為什麼投票錢 投票錢花那麼多錢 做不該做的事 而且 代位求償是正確的 如果債務個別去告 也要相當的訴訟費用 而且證據的補權 沒有像可以高雄市政府 這麼完整 結果呢 結果呢 可是你不能以結果論 當然要看結果 結果是我花了1.3億的捐款 我養肥的那 訴訟有贏有輸 結果連以私房的費用都沒有 我相信這麼高的訴訟費用 的律師費用 也一定有經過公開 怎麼樣一個評選招標 絕對不是個別律師事務所 可以承擔的 我要點出來的問題 是如同你剛才講的 這筆錢其實只是冰山的一角 我當時在財委會就質詢過 另外最大的那一塊 慰問金是怎麼發的 是怎麼認定災戶的 是怎麼認定災區的 是多少個理 是真正受災 被震到房子垮了 地裂了才算是災區 還是周圍的被影響到的 稍微震動一下子都算 如果災區的認定 發放的標準是如此的寬鬆 那麼這筆錢就是爛花 尤其在選舉前夕 如果爛花這筆錢 當然會讓外界學得 這是不是跟選舉有關 所以我當時在立法院就質詢過 現在終於政黨輪替了 我真的希望高雄市新的政府 能夠好好查查這筆錢 我跟政黨無關 921大地震的時候 如果善款是這樣爛花的 我相信大家都會去質疑 花蓮災區的善款的問題 網路上就已經質疑了 這是一個資訊公開的時代 所以今天花蓮的標準是什麼 高雄也拿同樣的標準 所以陳菊離開了他的位置 民進黨在高雄 一時候掌握的情況改變了 其實這也是一個 讓過去很多沒有辦法 重見天日的這些資料 重見天日的一個好機會 如果查過了沒有這件事 還陳菊一個公道 對 還陳菊一個清白 長久以來我們對他的誤會 我們願意跟他道歉 可是如果這件事情 真的有這件事情 那也好歹讓我們知道 我們這錢原來是這樣被花掉 大學委員 如果照現在畫面上 這幾個項目 你跟花蓮的症災的善款相比 就可以證明說 高雄這個用法 是經過整個委員會 自尊劇的很指示 這東西到底怎麼證明 你看光這些項目 這些項目給光證的用 整個公開 整個公開 我們明明是先把它公開 先公開再說 每一次這些重大災難 發生以後 我們全民都有一個共識 對災民的補助 本來就應該重關去認定 所以如果高雄市府這個委員會 有重關認定 災民應該受的補償 這有什麼不對 所以時間又有效 我們圖利應該拔全不公開 不能太寬 所以你現在講的都是隱私 你提出來了這幾件 你現在只有這幾件的指控 我認為會更多 我們有更多可以討論的地方 我一句話 所以你先把他提出來的 不管提不提 他就全部公開資料不就好了 我一直已經公開了 我認為韓國瑜市長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把這些眼前入 民眾關心的大眾事情OK之後 我覺得第二階段可以除幣 把抽屜打開來 看看過去錢怎麼花的 善款是一例 我覺得善款如果大家心平氣和 勤得正 坐得穩的話 就把它公開記錄 會議紀錄也好 錢一筆筆的怎麼去集合 怎麼發的 我認為這對陳菊來說 對這個主事來說 都是一個公正的方式 而不是說我們大家在這邊 你這個錢怎麼有 怎麼用 裝置藝術 就用在什麼樣的建築物裡面 跟他建築物是否匹配 我覺得都可以來討論 我覺得不管藍綠執政 我覺得大家討論要一致 不是 今天這個重點 是在哪裡 你知道嗎 重點就是 像剛才孫大清委員講的 這個剛才事件院說 我們是個善款之門 我們不要給他卡得太緊 我們要廣開善門 對不起 但是當人家跟你高雄市政府 要求國賠的時候 你的門可是關得嚴絲合縫 你是一點都不肯陪人家 而且你還用高雄市政府的預算 花預算請律師去跟災民對打 這個就是你們對待災民的態度 一方面你們又說 你們對災民有多麼慈悲 善款的核發 是多麼的寬鬆的標準 第二個 我要求當時的核款的委員會 善款的委員會 名單公布出來 大家來公平 裡面有多少是你們高雄市政府 可以掌控的人 我們大家來看看就知道了 去年這個法院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在質疑了 因為我們對於整個律師的訴訟費 我們是有問題的 然後我們對於說 他的待位求賞 最後市政府不用付錢 給災民我們有意見 因為我們當時就認為說 高雄市政府當時的法務部 他應該很清楚這套法律系統 我們在節目中 這樣提出質疑的時候 法務部馬上接受 第二天他馬上召開記者會說 要告我們這邊要告我這樣子 後來我們很多網民就開始說 連問都不可以問嗎 我們的主張就是透明化 把整個你的善款 你的收集的情況跟你的使用 跟你的分配要透明化 但是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完全沒有公佈 沒有公佈他是怎麼樣 來用這筆錢到現在 所以我想還好 今天這個節目在討論這一題了 而且是民進黨的議員提出來的 可以更多的 討論這一題 會不會很少 write我們的 討論是否 會不會很小 不抱歸 不抱歸 我們在討論一段 有些人打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